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我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皮拉提斯的動作 我準備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是訓練我們側腰的地方 第二個動作是臀部 第三個動作是我們的手臂 首先我們身體先側躺 讓你的手肘跟肩膀是對齊的 穩定好了以後讓你右手先停留在你的下方 不要把身體的力量壓在你的手肘上面 所以讓你的下方的側腰往上提 第一初級階段可以讓下方的腳往後彎 會比較輕鬆的往上提 第二個前後腳交叉往上提 最進階的雙腳交叠往上提 我們今天先從終極開始 所以先讓你雙腳交叉以後吸氣 往上我們做十個走 一二三 第十個以後讓你的右手往上延伸 吸氣頭抬高 眼睛看著你的右手停留 五四三二 再下一個吸氣 右手回來 有控制的慢慢的往下 完成一次 我們盡量做三次 記得身體的重量不垮下來喔 往上提起來的 下一個動作要訓練我們的臀部的位置 首先我們先讓你的身體側躺 頭輕輕的放在你的手掌上方 穩定好了以後把下方的腳往後彎曲 讓你的右手在你的胸口的前方 下一個吸氣 我們把你的右腳抬高 記得高過於臀部的高度 我們才可以訓練到我們的臀大肌的位置 骨盆部前後移動 所以你要讓你的身體是平行的 吸氣的時候讓它往後畫圈 想像你的大拇指是一個筆尖 我們畫五個 再下一個吸氣帶回來 往前畫五個 三四五 穩定好了以後平行的往上走 一二三四五 吐氣往下 一樣我們做三次 完成一次動作 好 下一個動作我們要訓練我們的手臂 首先把你的身體帶起來 我們盤坐 把你的雙手的手掌跟手肘夾緊 往內合 把力量集中在中間 我們在做動作的過程 記得手是九十度的 所以不要讓你的手往後傾 是往正上方走 然後做動作的時候 記得下巴不往後仰 讓你的眼睛的視線在正前方 背打直往上 一二 我們做十五個 第十五個停留 我們吸氣頭抬高 三個呼吸以後 吐氣慢慢的往下 我們做三組 然後吸氣回正 完成一個動作 MING PAO CANADA